啊 OK 大家 我現在人在內湖 今天來這邊是要來 噢 現在很癢 因為之前去我們這邊拍照的時候 沒有擦防曬油 兩小時在戶外 從10點到12點 塞傷 其實兩小時也算滿久了啦 所以會塞傷 而且我頭頂也塞傷 超白癡的 因為那時候我的頭髮拍 還沒有那麼多你知道嗎 所以當你刮頭的話你就會頭頂要保護到 這是我沒有 現在在內湖 然後我要去見一位朋友 認識到現在都還沒有正式碰面過 我非常非常非常興奮想要跟他聊聊天 然後真的是就是多認識他 然後香港停車 所以 準備出發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這個後面這個場景 但是今天來到 YoYoYo Peace 該宜常出現的健身房 哈哈哈哈哈哈 終於見面了 真的終於見面了 而且我覺得 因為我了解該宜都是在他的影片上面 那他真實 我覺得他更有深度 你知道嗎 我剛剛要聊一下 哪方面 就我覺得其實 其實 第一個我有點壓抑就是我們兩個同年紀 因為 你看起來很成熟 哈哈哈哈哈哈 真的嗎 真的 你看起來 你看起來 就是你不要講話的時候 其實你看起來 老實說 老實說 你們老實說 我跟Tao看起來 我覺得 真的覺得我比較成熟嗎 真的 我覺得 我覺得 但你講 你講話是很有趣的 但是我覺得 就是 你看起來就很成熟 但我們兩個其實通年 應該說我們兩個通年 通年 通年齡 然後 就是可以跟他交流 去看 我真的覺得 還有他 然後後面的一些團隊 介紹一下好了 大家都知道該也應該 不用太多介紹他們 其實我看到影片的時候 都是看到 你出現 你好像沒有出現過對不對 沒有出現 對 沒有出現 但是 他就是一個團隊很重要的支柱 然後這是 鑰匙 我知道他是鑰匙 對 他一開始 其實我看到他影片的時候 我還不太去他什麼 我知道 他很會團結他 我必須跟大家說 今天 Tao他是 臨時過來這邊 因為他知道我要辦一個那個 粉絲抽獎活動 他就很好 他專程 戴了很多頂的 Tiger的帽子過來 要造福我的粉絲 不是他的喔 是我的粉絲喔 他專程鑽車 送帽子過來喔 我們其實我們兩個交流 只有在 影片上面 影片上面而已 對 我們第一次碰面 然後 可能就是我自己太自閉吧 你知道嗎 我就是會把自己的所有的時間 就是 也可以說是比較自私一點 就是把所有的時間 花在工作上面 然後反而是像認識一些人 我就很少做這件事情 所以今天 終於碰到他們 很開心 真的聊得很開心 聽了他我講呢 我之所以會花很少時間 認識新的朋友 其實 背後是個原因 你們都不知道的 這也是一個 從小就一直很困擾我的問題 從小呢 我就是一個 不太一樣的小孩 至少我周遭的人 都是這樣跟我說 大人會覺得我 比童年齡的成熟 爸媽覺得 我非常難教 老師覺得我非常 調皮搗蛋 同學 覺得我非常難相處 小時候 因為我爸工作的關係 我很常換學校 從幼稚園一直到 國小三年級 每一年都換一所學校 一般人換學校的時候會 很傷心 會跟朋友離開 但是 我 都是很開心的 因為 我又可以換一個 新的環境 然後 希望可以認識一些 新的朋友 但是 期望 總是和現實 有很大的落差 我雖然喜歡交朋友 我也很享受 人與人交流的這種感覺 但是 我從小在 交朋友 認識新朋友 這個 方面 一直不斷的碰壁 在 學校 分組 做 報告 我總是 落單一個人 打球 要抱隊 我總是找不到隊友 我當時 當然是非常挫折 我也是覺得 不知道 但是一直不知道原因是什麼 當然很常也是 自尊心 很受挫 這個情況呢 一直到大學 都還是這樣子 和剛認識的人聊天 如果在前面幾句話 可以聊得很投機的話 我會 立刻 敞開我的心房 然後把對方當作好朋友 其實我基本上毫不保留的 會分享我心裡面所有的一切 因為 在我心裡面 我已經把他當作是我的兄弟了 直到這幾年呢 我認識了Ash 他 看到我跟別人相處的時候 有時候會 蹦出來一些 很不妥當的話 也因為我這樣的行為 我跟Ash 在相處的時候 很常有發生一些陣子 那 也因為他 了解我 他知道我沒有惡意 他也沒有放棄這段感情 但是我這樣的行為 很常 會 讓別人誤解 然後 會得罪別人 也是因為認識他以後呢 他點醒了我這個問題 原來 這就是 當初 被老師討厭 然後被同儕排擠 還有 朋友 漸漸 離我而去 的原因之一 我想很少人會 正視自己的問題 報告自己在內 我活了27年 對於這個問題 我 可能下意識 都一直在 逃避這個問題 所以我最近 待遇Nash 我要去看 心理醫生 然後去 得到一些諮詢 去找到自己的問題 然後我才能夠 針對自己這些問題 去改變 然後變成 更好的人 這些是我 心裡面最深層的秘密 我沒有跟 任何人 分享過 所以將來 我會把 自己這段過程呢 再跟你分享 不管醫生講些什麼 或是 他的診斷是什麼 你都會知道 呀 所以 呃 謝謝你看到這邊 這是一個 不太一樣的vlog 對我來說 對你來說應該也是 OK 所以非常謝謝你收看 然後 我們下次見 掰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下次見